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,我们一方面抓疫情防控,一方面抓重点项目开工。 环球主题公园一共是16个总包项目,现在我们9个已经开工,剩下7个项目正进入联审阶段,也马上进行开工。 我们一定是在确保疫情防控各种措施到位的情况下, 尤其对外地这些返京人员,工人的返京人员,各方面健康管理到位的情况下进行开工。 确保今年年底能够基本建设完毕,进入调试阶段,明年5月份正常开源,没有任何问题。